兄弟们今天下午过来把那两头牛装回去 一头是11000另外一头是11400两头牛 然后加上一个钱 那个什么 牙钱 牙钱 那头是116 然后总共是22600块钱两头牛 这两头牛还是不错的 这头母牛我估计别的公牛要重多了 它这个肉包括架子对对 比较大一些 两头牛等一下放在一起的时候对比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公牛买的划算 母牛买的划算 母牛是6年的 看一下这个公牛几年的 好 一对呀 公牛就一对呀 三年 三年 他昨天说的也是三年 他说他一喂的三年 啊 哎呀 这么多皮虫 一 就一个晚上 你看那个皮虫啊 全都长大了 这么多 这你哥哥 看见没有 你就比他小多了 你想刚泡 吃的挺好的 哈 哈 哈 嘿 嗯 把那骰子打 走 有个牛身要满的皮 哎 你可真满的 是什么 哎 可能还好多 哎 现在小个小的上 小三角力 这个是开脚 可以站起来这么高吗 拿个柴来 不得上个伏仄 看不重 牛肥了 牛也吃苦 就面了不 走 走 走 开脚 这样过去可以 是两个 这两头牛对比一下 过去半个就比一般 这两头牛 打一屁成 一百屁成 最起码一千多斤 肯定有啊 看他个子比这头母牛 稍微高一点 但是的话 这头母牛屁股 就比它厚一点 宽一点 别剃了 兄弟们 这个公牛母牛 这两非常可以 星期六搞一头 看是搞公牛还是搞母牛 兄弟们喜欢公牛还是喜欢母牛 喜欢母牛的 喜欢公牛的 口公牛 星期六 就是这个礼拜星期六 中午 把它给 反正这两头 终于一头要搞一下 牛的话是非常好的 牛的话呢 就是我就已经运回去了 我的话呢 还有点事情 我去要去县城里面一下 搞房子的事情 然后这两个牛的话呢 母牛的话呢 是比较轻松 直接拿下 没有费那么的口舌 母牛的话是六年的 这母牛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 纯放养的牛 公牛的话呢 真是几斤波折 最终还是跟我们比较有缘 然后归属我们了 前面是吧 出了一个108 后面又有人出了一个113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加了加了一个100 这个龙副的话呢 这个神圣 他也没说 他就说了卖出去 他也是想卖的 这个牛身上的话呢 他也管理的 我说实话 放 他就放得非常好 但是他在身上的虫啊 实在太多了 就是管理的话可能 还欠缺那么一点 这个回去的话 这个虫还是要把它搞一下哈 星期六啊 我们就把这的牛 就杀工的吧 母的先留着 好多估计粉丝们说 要工牛工牛是吧 毫无人意搞一头 比较好的工牛 虽然不是纯种的土牛 但是是土杂 这头也不是说 有太多的那个杂在里面 还算不错的哈 这个一看哈 说实话 这个昨天看 这个牛900多斤 今天看 这顿牛就是800来斤 哈哈哈 那个那个肚子没吃饱 哈哈哈 缩了一缩 缩了这么多 哈哈哈 兄弟们哈 星期六中午啊 不见不散 需要的啊 这个中午过来 拜拜